Alan常说它是有价值的 那它的价值何在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今日行情解析 那今天呢是3月11号星期五 澳谷周四呢是继续展现其处世不惊的一面 全球市场的挤泡泡行情之下 我们的澳谷表现着实冷静 而如此的表现正是与咱们澳谷的结构构成紧密相关 那在昨天矫健的著多上涨身影当中 新一期的扶植政策出炉 因疫情而遭遇巨大压力的旅游板块 大放异彩 FLT涨幅在10%左右 WEB与SYD实现不同程度上涨 那对于旅游板块的近期表现 从2月份开始 不论是公开发言 还是个人尘早信息 都有提醒与推荐 而在本周周三的信息当中 同样再次推荐对于旅游板块的股票进行配置 那Alan在坐等因他信息而购露旅游板块 股票朋友们的咖啡 那在翻红的身影当中 周二一度跳涨至120的APT 且战且退 下方100的支撑与上方120的阻力能来有效 那矿产服务公司IDO不幸再次入围下跌榜单 那从目前图表来看 IDO的股价可能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 那A股实现反弹 纵使大盘起伏 但在信息当中 与大家分享的股票表现着实优秀 那本周再次分享的护身三百 周二正是其本轮底部所在区域 那美国时段纳斯达克领长三大股指 现价的纳指形制关键价位区域 那美股如此之大 从来不乏优秀目标 从1月开始为大家推荐的优步 已然走过两轮的行情 那货币方面存在中长期贬值刚需的美元 近期辗转反侧 而让其短期趋势不明 欧洲央行表示会对债势收益进行管控 黄金白银继续回血 那对于两者看好的观点依旧不变 那以上的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内容了 我是GoMarketsAlan 我们下期节目见 GoMarkets在线交易首选券商